荷兰总理吕特26、27号两天访问中国 原本这是一趟工作会议的行程 讨论双方有哪些经济合作的机会 以及沟通市场转入的重要性 不过荷兰总理吕特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后 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 此行触及许多敏感议题 吕特当面指控中国网工荷兰国防部一事 令习近平尴尬 此外吕特还提到限制艾斯莫尔光科基出口中国的措施 由于中国想发展半导体 需要荷兰埃斯莫尔的光科基 而荷兰担心中国借埃斯莫尔的光科基 制作出来的晶片 用于军事用途 因此限制光科基等晶片设备出口中国 对此习近平重申 脱钩锻炼没有出路 任何势力都无法恶阻中国科技发展进步的步伐